大家好,又到了講人講事的時候 今天要和大家談談葵方角的事情 另外一個就是 我經常說不出名字,不好意思 葵麗奈 我幾天前已經知道了 但是我們後知又覺,現在政府說要告 交給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跟進 在我們錄播的時候沒有人被捕 我們錄播的日子是3月16日 香港的變化都很大 我們李家超特首就回到北京那裏 帶了一群局長上去談 前一陣子我都和一些政府的人員聊聊天 其實現在特區政府都非常有為 很多事情是要做的 中記,昨天大家也知道 我們做了一個節目說 現在中聯辦就改名了 就不是隸屬國務院 就是隸屬於中央的 就是這麼簡單 很多事情其實越變越好 我們希望香港也越來越好 但是葵方角那件事 很值得和大家聊一下 為什麼呢? 昨天我做了一條片 那條片呢 咦?有些猜測 看到的時候 Twitter、Telegram 其實也有很多資料顯示 那個人呢 原來是個疑空 是個隔離論社 那天女士的離世 我們心表哀悼 真是 唉 為什麼會有些這樣的人 繼續在香港搞事呢? 所以呢 我們今晚就要聊一聊 這單案 政府的一些 情況 和他的資料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嗎? A君你好 Sky你好 你好 你好 是啊 葵方那件事怎麼樣? 那件事呢 我昨天就做了一些資料 但是的時候 看到警方今天呢 也有出道 疑空呢 就是一個反西烏利風波期間 認識的 一個女朋友 住在他媽媽的家裡 那女朋友呢 就 去了外國讀書 原來是 但是呢 他還繼續跟 他女朋友的媽媽 住在同一家屋裡面 打死也不肯搬走 那在留言上 我發了一支資料給大家看的了 整件事呢 就覺得很奇怪 那後來呢 就 先說一下過程 好嗎? 那這一個人呢 叫做 Diran Diran 25歲的 在城大讀書 2019年那時候呢 就參加這個黑暴事件 參加這個前線訓練營 的 根據資料顯示 說完了 那他因為避債 就移居務定所 後來在那段時間 後來認識了他那個女朋友 那那個女朋友呢 原來之前的時候 就有很多個男士呢 就去到家裡的 陌生男士 就過夜 可能是收留那些所謂的手足 那後來呢 終於有個固定的了 就是這位呢 Diran 25歲 那時候呢 就住在這個女朋友 葵方角的家裡 她很多次呢 在她的 社交媒體上的 炫耀 說 在女朋友的家裡 就好吃好煮 說這些好吃冷飛 那案發之後呢 她就突然間離奇失蹤 那鄰居呢 再沒有見過她 那大家知道 這位 63歲的女死者 梁雪興 其實她身邊呢 就留了一支鐵筆在那裡 叫不開那個甲慢 跟著的時候呢 就不幸離世了 那她的朋友呢 在朋友圈裡面呢 其實已經是 盛傳她跟這件事 是可能有關的 因為她朋友呢 就打了很多電話給她 都沒有人接聽喔 那這件事就這麼嚴重 那我們就看到 咦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人出來呢 其實當我們看到這些細節的時候 我們就發覺到 喂 魚毒未清啊 真的有很多事情 繼續在發酵 或者潛藏著 很危險 很危險 那其實呢 她為什麼會參加那個 前線訓練營呢 我不知道Sky 和A君有沒有聽過 有聽過 隨時補充一下 好嗎 那其實 前線訓練營是什麼呢 那大家知道 暴大 暴大訓練營 拿著一些游泳版 拿著屋棍 我們不談那單案件 因為那單案件談的時候 警方已經在調查中了 我們現在聽到一些小道消息 那 前線訓練營呢 我們知道暴大 暴大這名訓練營 剛才說過 拿著一些游泳版 去抗爭 那這個前線訓練營 就是要訓練一些 掌握街頭抗爭的戰術 戰術 這些戰術呢 其實可想而知 這位呢 Dirant 是真的很積極參與 那時候的 有沒有被警方通緝呢 我不知道 但是那時候呢 可能他閃躲得很好 但是那時候呢 2019年到現在 這幾年裏面 其實應該是平靜的 還好吃冷飛 還繼續跟女友的家人住在一起 那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全文就是這個 我只是說全文而已 好吃好煮就沒有搬走 那麼呢 就根據報道就說 不是報道 根據呢 社交媒體 Twitter所說 和這個Telegram 這個Telegram所說 他因為欠債 和家人關係惡劣 所以一直在一個居無定所 那麼期間呢 就有朋友呢 就開車呢 就是因為訓練員 送到他去葵方角附近 附近 是知道呢 住在女朋友的家裡 那有認識的Divant的街坊 更加爆料 指他呢 曾對外聲稱 喂 有女啊 給我地方住啊 那樣 那早前他女朋友呢 就去了英國讀書 那但是Divant呢 就沒有跟到他 可能沒有水啦 是吧 為大家知道 這麼弱的男 那所以就沒有搬走 仍然留在女朋友的家裡住 街坊呢 對他呢 就有些說話的 因為呢 有鄰居呢 曾經聽過這個Divant 在走廊裡談電話 原來是收數公司追債的電話 就是 吃咬軟啊 我們說 咬軟啊 還有時候 借錢不還 那樣 那所以呢 鄰居呢 就擔心呢 有大耳窿呢 上門擠債 就是 令到大廈的治安變差 那麼 他說呢 根據報道呢 這位Divant的女朋友的媽媽 跟死者呢 梁雪卿的關係很好 那麼 梁雪卿呢 也都把家裡的後備鎖匙 就交給他保管 咦 被無患啊 唉 那就大鑊了 大鑊了 有鑰匙 是不是 我不是說黃人信不過 我只是說黑暴信不過 那這些黑暴的時候 其實就是沒有底線的了 還有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運運惡惡的過一天 那為了錢 什麼都肯做 那所以這時候呢 據悉呢 這位Divant 一直都無業 那最近呢 更加多次 向老友記 手足 那些借錢 那樣的 看起來經濟 就相當結據 那 那警方呢 就不排除有人 山窮水盡 那 就寄遇 娘女士 收藏在家裡的貴重財物 那 因為可能看到 有金器 有錢 好像那些錢都OK 那樣 那 起了貪念 於是 就估計是 應該是拿著後備門市 就潛入去爆攝 那但是呢 在這位娘女士回來之後 就撞破了 被撞破了 那有人就肯下毒手 就將 用鐵筆 將他 傷害了 那之後呢 就略去十多萬的財物 那 即是在即日時間呢 就潛逃日本 那警方呢 正在聯絡著 一個國際刑警去緝捕他 那但是 唉 香港和日本 沒有引導條例 這幾大問題 那所以呢 整個案子 究竟會怎樣呢 就不知怎樣了 但是很特別的 綺方國法團的主席 我看聲道 他這樣說 梁啟安先生 就形容 異空呢 就靚靚仔仔 斯文有禮貌 那 但是案發之後失聯 他坦然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的令到大家很失望 而且令到大家跌光眼鏡 不知為何呢 我沒有覺得很失望 和沒有覺得跌光眼鏡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 真是很離譜 這個人 大家真的要小心 其實呢 說他出入都很正常 看了電視 即是他那一天 閉路電視就拍到 這個情況 大家知道 你有閉路電視的話 你會看到 咦究竟有什麼人出出入 那他出入了幾次 那究竟做什麼呢 我們就不知道 但是的時候 警方現在正在聯絡 國際陰警輯部 希望 早日輯部他歸案 那 疑犯來的 還不是真的 那我就 這段訊息就是這樣 那A軍有什麼看法呢 首先一件事 如果是黑暴的話 A軍不會太意外 因為A軍多次強調 這班傢伙 現在有幾個類型 如果是說 傻子 那樣的 被人摔了出去 那些 那些 就有得救 那些沒有得救的 那些 傻子 摔了出去 其實是 有富裕的 有不少 但是呢 有很多 摔完出去之後 更加想了一遍 但是如果不是摔了出去 在享受什麼呢 A軍經常說要煽動這些傢伙 原來西人是有formula的 有什麼formula? 這formula叫做MICE 是甚麼呢? M for money 即是錢錢 I is for ideology 即是意識形態 C就是compromise 即是你捏住他 有痛腳在你手上去逼迫就返 E 就是意稿 即是自我中心 錢那些很容易解釋 有錢就來 沒錢就走 這些很容易搞 亦都是僱傭兵 至於另外compromise 就是你捏住他 但是那幫人效率很低 你叫他做 不叫他經常想怎樣撕掉你呢? 做就一定加不足貨 還有打算起你飛腳的 這些都是不太靠得過的 那哪些是最靠得住呢? 就是ideology 即是 覺得自己做得很偉大的 他覺得自己適合的 你們不跟他們是你不對的那些人 至於E稿 對不起了 我看到黑暴裡面絕大部分都是這些自我中心 兼且不用腦 水他兩水就出來殺人放火那些人 我看到最多是這些 甚至乎有些人E稿的程度是去到哪些呢? 心裏面其實是在妒忌著有的那些人 因為自己沒有 而自己不努力等等等等因素 那這一幫傢伙呢 你還在黑暴人間Empower了他們 即是說他們在那段時間已經是中慣了 警察我也不管什麼都可以不管 但是現在突然間沒有了這種環境 他是怨著社會不能夠回去 讓他任意作惡的時候 而很不幸 我看到這一幫人是最多的 所以你說如果是說有這些事情出來 我真的不覺得意外 甚至乎我亦都很呼籲 如果心裏面還在想 哎呀19年的事情過去了 我很想認識士靈人 我最想是回到一百年之前 那個社會大家不要分顏色 開開心心的道日 人很多時候都是這樣想 因為人未必個個有戰鬥意識 未必個個這麼有敵我分明的一些態度 但是我想說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我告訴你發生了的事情是沒有得回頭的 為什麼 因為那幫人的經歷 或者是那幫人因為這件事件 所爆發出來的自我 你沒有經過修訂的話 其實是不應該當它有得回頭 因為它已經爆發了它的壽性出來的 你當它是正常人 你只不過是把一隻變成野獸的物體 當是人的看待 而它隨時會咬你 你還在那裡愚蠢蠢蠢 當它是人的處置 所以這件事我只要這樣說 大家認真地處理 你認真地處理曾經在黑暴期間出過事的人 而不是睜開睛 看不到那個樣樣表現 全都遷就他們 播歌的照樣讓它播 穿黑衣的不要說他們 他們自然會變好 是不會自然變好 只是會經過一個時間的引導 經過專業的訓練 經過專業的引導才可以變好的 好,我大致分享給大家 好,Sky,有什麼看法? 我很認同A君的說法 我也不會贊成任何大和解、息事寧人 我覺得不可能息事寧人 發生的事就是發生了,不能改變歷史 不是說自己做錯的事可以變回未發生前 那就是平衡時空才行 我絕對不贊成 因為他們的心意好像已經是邪惡了 他們沒有可能說過完見智會變回好 甚至乎我聽聞有一些 坐了一年或者兩年左右出來的人 心裡還想搞 根本他們沒有得到教訓 也有一幫人還繼續去探監 繼續鼓勵他們出來之後 繼續去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覺得一件都不可以放過 一件案都不可以放過 所以我覺得絕對要嚴正執法 不可能 早前有一位語言又說 這樣不行的 復償 復償當然要復償 但是復償不用結帳嗎? 我覺得非常要結帳 其次你看到這麼多案件 最近我發覺絕對我多了 但是很多案件都牽涉到有些黑暴或者黃人 為什麼我這麼說呢? 跟A君說話一樣 因為他們根本之前 他們找一些不金的錢給他作案 到現在沒有水道 他根本沒有生存能力 他只不過在暴動期間 我堅持說是暴動期間 自我感覺良好 自己做了很大件事 很偉大 對於香港 他自己認為 當然是我們不認同 所以到現在呢 依然根本就是心性不改 到沒有的時候 就敲詐身邊的人 敲詐不了 甚至乎 倒油都可以的 其實不可以做好心 對於這種人 真是太奇怪 既然你的女兒 都去了其他地方讀書 何必你要再收留一個這樣的人 我真的不明白 這件事我真的不明白 這個人受到這麼多 因爲 竟然都繼續敲詐之餘 竟然還要動了 倒油這個殺機 我覺得絕對不是人的所謂 所以這些是極度危險人物 我認為在這個社會上 最好是快點找出來 不過我明白 他們現在很多錢 所以逢有事發生 就會找到原來 又和黑暴有關 所以有時候 我雖然想香港是罪案少些 但是如果沒有一些事件 引發出來 你想香港罪案少些 口誤 你剛才 是啊 我想香港罪國少些 我很想香港罪國少些 但是如果 你們犯案 是要引發到你們幫人 出來的話 我們一定會拘捕你 這是我的看法 我當然想少些 嗯 這個絕對是 我講返少少的資料 因為這件事 其實可以跟一件 最近我們看到的事情 我們特區政府也發表了一個聲明 那件事 相信大家都知道 A軍都知道 就是 美國那邊 有40名的美國參議員 共同發起一項的決議案 那個決議案 是敦促美國政府 對中國鎮壓 所謂鎮壓 香港的異議人士的行為 作出強而有力的回應 包括使用制裁和其他手段 而且譴責香港國安法支持港人 為行使基本權利和自由而鬥爭 不過 有關決議 對美國政府並沒有約束力 這一班人又為了選舉搞事 以及繼續抹黑我們 所以我們 外交部駐港公司 是說了 要抹黑我們的國安法 那我們 其實 這個情況 是看到這班西人 不知道搞什麼 不過 為免A軍 泰國爆血管 這樣說話 所以我都勸A軍 冷靜一點 我就很同意 SKY所說的 喇 休息一下大氣線 有時候 很同意SKY所說的 我們不是 不想和解 但是 你要真心覺得自己錯 這個和解才有意思 不是 是不是都和解和解 喂 你又不道歉 和什麼意思 算一下 算一下 比較粗俗 阿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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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繼續說 我以為你講完 沒事 說完 我經常都強調一點 不是你道過歉 我就會收貨 沒錯 也不是你坐完 為你做錯的事 去負責 我就叫做收貨 因為你現在要求的事 是要我們當你是正常人 這樣去看待 甚至坐完出來 你只不過是為你當日做過的事 去付法律的責任 但是不代表我要在這個信任上 再給回任何的信任 你要得到我的信任 是要你做回比之前更加多 有利於社會的事 因為我可以很肯定說 有個所謂 就是小小看的那些自助手 那些書 就經常都說 你這個信任帳戶 人際的信任帳戶 你是歐了 你是歐了到不知何時還得完 所以你要做比平常更加多的事 去建設社會 其他人才對你有信心 同意 好了 至於 剛才有提到老美那邊 老美那邊真是告將 雖然我覺得他們很賤格 但是我都覺得他們告將 為什麼 什麼都不用做 如果真是 這麼看褻黃人 這麼欣賞他們做的事 你就應該是收了他們回去自己的地方 但是他又不收 留下這一幫市 一幫蘇州市 然後說你看那些蘇州市多香 你們不要不吃的 他們好東西來的 然後就叫 逼香港人去接受他 或者逼香港接受他 還要叫那幫蘇州市 你們繼續發臭 你們發臭是對的 於是他又繼續爛下去 繼續害香港下去 但是他什麼都沒有出過 這個還沒有約束力的動議 即是口吹 你們這幫人就嗨 嗨就在那裏爆 爆就在那裏弄髒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說 老美 你好贏 你夠賤 真是很難學 交給大家 是真是很難學的 我們做不到這樣 Sky 那我想問老美 為什麼你們要拘捕郭文貴呢 很有趣 是不是 你為什麼要拘捕他 不是的 他是在搞其他事情 為什麼要拘捕他 為什麼要拘捕他 你現在說我們要釋放 又要繼續鼓吹他們 那你就不要拘捕郭文貴 你為什麼要拘捕他 你為什麼要拘捕他 你現在說我們那些 又說要釋放 又要繼續鼓吹他們 他不是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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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經濟犯罪的 他是騙錢而已 他是騙人錢而已 他是騙人錢而已 他用另一個名義拉 所以就說他好東西 好東西 他擺明就是 要動你 又要用另一個名義 但是他給你搞事的時候 其實乘手就是 關於你的犯法證據 問題上就是 他覺得你不順眼的時候 就動你 所以又是回到 我們經常說一句 做老美的敵人是危險的 因為會被他搞顏色革命動我們 但是我們走得正站得正 而我們有中央在背後支持 我們是頂得住的 雖然辛苦 但是做老美的朋友 就是做那些黑暴是致命的 你例如做郭文貴這些頭的 那就被人抓 因為你是一個二五仔 你啊 阿sir A軍在小時候 都經常看一些 古惑仔的電影 或者是公仔書 嗯 古惑仔社團第一個 rule number one 是什麼 就是 出賣自己的社團 那些古惑仔 是沒有人收的 怎麼收你啊 你背叛得他 那就是背叛得我 是不是 你也沒有底線 是不是 所以公仔書 經常教 就是A社團 和B社團 開球之前 跟著A社團 那些人就 賣消息 告訴B社團 啊 我們的大哥 將會 什麼時候 動你哪個堂口 他都瘋了 這樣動你 阿B哥你世大 我現在過來 阿B哥你來找食物 我就不跟那個A 然後B就說 好 你去 給你兩條東西 然後 不是吧 B哥我跟你的 再存 你們這些艷仔我不收 然後打完他一鍋 然後再給他兩盒 兩盒都不給 拿回來 毒魚蛋好過 打完他之後 拿去吃午餐 我想起一件 老美賤的東西 就是 其實他怎麼不收 你看看黃丹 大家就知道了 他到現在 他都沒有美國國籍的 原來 他只是有個居留地權的 你那些人想有 沒有 所以老美當然不收你了 做這麼大堂的事情 搞到我們國家這麼大的事情 好像很有名 到現在是什麼 國家老鼠 拿著一張東西 什麼搞的 這個丹點和那個丹 大哥又說二百兩有 目差是只有十兩有 有些還要轉著臉 很害怕嗎 當然了 我收了錢要出去 我不是很想露養 就是這樣 你看看黃丹 就知道大家有什麼後果結果 就是淪落到這樣 對 又要去台灣 住 沒有水了 是吧 為了要 不知道是沒有人賭錢的 怎麼會去聲援 又搞奧斯卡 突然過美國 可能收了多一點錢 是吧 我想起老美 真是邪惡得太厲害 你們不要想 他們一定不會收留你的 有錢人告訴你 最後的死路一條 就是流浪海外 或者嚇什麼異向 這是你的結局 講完 交給大家 就是這件事 很多情況 我們看到現在法院的審判 好像都越來越快 也看到初選案 每天跟大家報導 但是有很多事情 我們都看到 咦 為什麼這群人 好像犯案的比率 相對比較高 其實就是不足為奇 因為西方媒體 其實支持他們 就是喝這些奶水大的人 其實就沒有辦法 那個思考是會有些問題的 我曾經都是這一類型人 但是當你開闊了眼界 不要只是喝些西方奶水 你就知道 我們究竟是怎樣做事 還有我們國家 到底做了什麼情況 那郭文貴這件事 是不是一個負傷 不是的 絕對不是 只是一個詐騙犯 還有騙的金額都很大 我們昨天好孩子 已經跟大家說了 有多大呢 10億 10億 那裏面有多少是C字頭 和F字頭公司給的呢 大家自己想想 是不是 那這件事 其實我們還可以繼續 再跟進下去 因為他被拘捕的時候 已經說了很久 但是結果是怎樣呢 那我們就覺得 需要繼續再跟大家 跟進一下 整件事是怎樣的 大家留意 相信大家聽到這個情況 都會覺得非常心良 對不對 好 大家有沒有補充這件事 A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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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再說一說 根據非正式的渠道所說 其實在2019年的時候 就構成了很多霧水情願 有一些黑暴 就伺著自己 打警察都行 然後就說 哎呀我替香港做事啊 等等等等 就溝到很多女兒 我都直接地說 但是呢 現在那些女兒呢 開始呢 就撇這些孩子了 為什麼呢 因為又是那句 當時呢 當時呢 就大家愚蠢蠢 懶熱血 那樣子 就被你哄而已 過多幾年 就好像這個Dirang那些 就是 就是 騙飯吃 根本就是沒有料到 並且少少錢 就已經可以做得到 很多賤東西出來 沒有同理心 沒有腦 就是沒有黑 沒有腦 但是不可以打的 你以為他們那天真的可以打 只不過是鄉島的警察 不投鼠忌器 因為知道太多攝影機拍著 有任何衣動的時候 都會被人無限放大 所以才不跟他們正面較量 你試一下 如果真是一隻Dub 不用三秒鐘 被受到專業訓練的警察 KO他都可以 警員KO他都可以 接著這幫廢人 經常在想著 啊當日啊 我怎樣怎樣 如果將來再給我一波 我一定做得比之前更好 推翻鄉島政府 然後碰了 那一隻啊 你發你的夢 天天在發她的暴力夢 什麼都不做 那些女兒自然撇你了 現在是有很多這些事件發生了 幸好那個女孩子又撕掉她 好像現在這樣去了英國 但是嬰兒嬰兒 還媽媽和她一起同住 有些撇得清楚的 那就更加OK 從此就讀過第二人生 但是有些不幸的 被人搞大了個堂 現在不知怎麽算啊 有些的就 總之沉淪不知什麽 這樣更糟糕 所以這次A軍又是回答那句 這件事是發生了的了 你想當沒有發生過是不行的 你如果真是想當件事沒有發生過 我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積極處理這個腫瘤 這個腫瘤刪了出來 你不切 不治 不治 不處理 你想回去以前是不行的 交給大家 OK 好 Sky 還沒有補充 沒有補充 我們就講下一單 因為半個小時已經 我們要講講繪利奈 這件事 這件事 真的 我不覺得有什麼值得慶祝 這件事 不知怎麽說 不知怎麽說 特區政府不會這樣做 怎麽會是楊潤航出一封信 說會支持呢 楊紫瓊這個絕對是應該的 那你說 我不知道 雖然你說 貴利奈去了日本 但這件事是什麽值得真 光明的事 我完全不覺得是 這件事 不知怎麽說 不知怎麽說 有少少悲哀 A軍 加給你 就這樣 A軍 不是我 不是我 我的朋友發給我 不是你 不是你 你的朋友發給你 A軍早兩天已經不知道 是 你又不說 我朋友發給我 是 OK 你怎麽看 有些東西是自己看 看完就說 我都沒有等到心裡 就這樣 這件事 有人冒了 楊局長 說 恭喜 這個貴利奈成為 香港第一個 土生土長的AVE 這樣 當然了 這件事 政府方面 沒有發過這些信息 當然要澄清之餘 還要找出哪個人 這樣惡搞 但是這個可以看到一些挺有趣的事情 第一 發那幫人 是覺得是恭喜的 他們恭喜得來 其實我深信他背後 是有一種惡搞 但是其實他們都覺得 沒什麽 沒什麽 我深信他們都知道 是不是那麽好的 所以才拿出來玩 不是那麽好才拿出來玩 但是再看另一件事 就是 鄉島 真的接受了西人那些 亂來的一些架構 正確的意識形態 這些其實不是出現了很久 我想說其實 你看回老美 七八十年代之前 不是這樣的 是近這四十年左右 才越來越鼓吹 這種任意 什麽的一些因素 最初就是什麽苦解 那些 所以其實 這個不是什麽走在前線 好潮等等 那些東西 是近這幾十年來 可以說 社會突然之間 出現了一些的變化 例如 女權 被人虐等等 那些東西 變了 就有這個新的勢力出來 但是 這個勢力 好像 不是為了 女生的利益 如果是為了 女生的利益 沒有理由 要他們做這些 沒錯 所以 我會看回 有些人 可能很想引導 對女生 搞這些東西 最好就是 用錢 就可以買到 所以 Empower 那些女權之餘 就 叫他們 盡量開放 讓我有得 有錢 那些女權 那你就中計 所以 A軍經常都說 你走在前 沒有問題 但是走在前 的時候 你要想想 教你走向前 那個 為什麽要教你這樣走前 他教你這樣走前 其實就是 想用錢去買 他之前買不到的 Happy 如果每個人 好像之前 珍惜身體 他哪可以 這樣 Happy 他教你 每件事都可以這樣做 就可以了 所以 我絕對支持 女性 有平等的機會 發揮他們的所長 但是 有些人 滲了一些東西 然後 你全部收了 那你就中伏 交給大家 完全同意 有很多事情 我覺得 價值觀的問題 是錯自助的 還有 是否有人有以為之 我覺得 A軍說得很有道理 提得很透徹 Sky 有什麽看法 我全看了 其實我覺得 他們除了玩之外 我覺得有些人在侮辱我們 隔區政府 你覺得 他們在侮辱女性 Sky 他們在侮辱女性 他們在侮辱 其實人家覺得 好像很公項 我不覺得 說真的 我都有留意過 我沒有看 那些日本的AV界的女優 說真的 我覺得他們在賣色上 更加賣色 那麽多AV界看 他們很多 之後 就是退休之後 或者沒有了 沒得做之後 很多都會 瞭斷自己的生命 一定不會有人 不願意娶他們 因為沒有好辦法 因為 其實他們做 他們會看 但是他們是否接受了 這種女人 是否可以娶回家做老婆 不行 他們根本不會 當他們一個正常女性 就是說這些女性 在他們一看之外 他們覺得是一種髒 另一方面 在他們傳統的角度 會不會進到屋 進不到屋 不好意思 那什麼時候都恭喜 我看到一個香港的女士 都長得挺漂亮 過入了這些賺錢的地方 我覺得是一種不幸和侮辱 是啊 我們政府怎麼會公賀 根本就是這件事 所以一定要報警成傾 就是說要我們政府認同 哎呀這件事很棒 要值得公賀 公賀楊子晴就值得公賀 這些我覺得 不要拍照 他就說了 接受不到 這件事 真的接受不到 sorry 我差距都這麼說 我剛剛那句 我真的接受不到 拍在一起說 sorry 當然接受不到 所以他們那幫人想 拖下我們政府 對價值觀的質素 其實就是 所以有意為之 我們很希望有一些女士 像你說的 有很多知道發生什麼事 當日有些所謂的 有教育性的人士 說你們可以做一些自由的事情 你們身體所謂的都是自由的 不需要被這些道德規範的 喜歡怎樣就怎樣 會不會是因為這些事情 都會有值根在當時的 這些女士出來搞事 或者被他們做什麼 所謂的 牽事 牽事是什麼 就是獻出自己的肉體 是盲目地 我說這個是勇士 你獻出自己的肉體 喂 搞什麼 就是有小小這件事 我覺得為什麼會這樣 我突然想起 日本人生亡 都說要搞一些這樣的女士 獻出一些肉體 這些日本人都很喜歡搞這些 這次去到做這件事 我覺得 真的難堪 難堪之餘真的影響很大 不值得公賀 也都不值得我們任何人 是覺得 有很多很大的榮譽感 我覺得一點都沒有 簡直是套得淪亡 交給大家 阿斯嘉要補充一點點 當日2019年之所以 CREATE這個TURN 說自由DUDE 其實是因為 當時那些人沒有那麼多現金 是啊 沒有那麼多現金 但是又要MOTIVATE 一些用錢買不起的人 那既然錢買不起了 就關掉了 所以當時 是有些鬼妹過來 收錢的搞定 當然了 鬼妹不夠的 就是老哄一些 ideology 行先的女生 讓她們免費出來 其實從頭到尾 是人家的精密計算 她要搞的越搞越久 所以竟然有一幫人受 所以呢 就發現這件事件 搞得久之餘 還要是未成功 但是沒有那麼多錢 可以流出來去洗 所以就找一些 碎的女生去說 你這樣做很光雲 你被人用了你的身體 都不知道 唉 交給大家 我覺得很悲哀 我同意 還有我們看一段文字 裡面有提到 我覺得很... 不知道怎麼說 究竟什麼叫道德呢 我們以前都說 賣落火坑 現在是自願跳下去 又說什麼笑貧不笑窗 有很多問題 那... 就是... 阿sir 我要再插一插一點 不是賣落火坑 是那個ideology 的問題 他覺得這樣反作一個道德 我是以前 我是以前 以前的賣落火坑 是不是 OK 不是那種的 他那封信裡面提到 一位勇敢的香港少女 成為香港史上第一個拍攝日本AV的女主角 展現了香港女性的獨立如自主 神經病 神經病 我真的沒有話好說 沒有話好說 那我再補充 阿sir 你先說 我再說一點點 其實有很多日本的女優的父母 是因為她的女兒 而做這些事 比國也有的 她的女兒做這些事 而不認她的 或者是掃她們出門的 這個是一個 不是一個光榮 大家記住 不是一個光榮 你將身上高的每一個部分 都拿露出來給別人看 那有什麼值得光榮呢 是不是 你是在出賣自己 這個是我自己的感覺 A君 交給你 Sorry 真是搶僵 不好意思 又是剛才所說的 為什麼要Associate 那麼多勇敢 等等等等 那些字眼 因為她想搞你 她想搞你 但是又出不起錢 那怎樣 那唯有給這些 正確的字眼 在你這種行為上 讓你自我感覺良好 就覺得自己 我做的事情很厲害 很有滿足感 我不是說什麼時候有滿足感 而是我一做這些事情 我第一個 我很勇敢 我突破框框 給這些東西去老哄你 傻妹 然後當你被人老哄完之後 就很積極地做 但是你到最後得到什麼 所以我又是說那句 那些人我覺得賤的地方就是 他根本就是想出來 但是又不想出錢 於是乎就用這些招數去說 你好獨立自主 獨立自主的 就不用拿出來收錢 是不是 獨立自主就不是這樣顯示出來 你不過是由頭到尾 受人操控 連你的心態都受到操控 傻妹 好 交給大家 Sky 還有沒有補充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做一做終結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對吧 要說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好啊 Sky 你說吧 這件事我沒有補充 Sky 好 最後一件事是什麼 我又想說一下 其實大家都記得 在新城市廣場 曾經有一位人士 就把警員的手指咬掉了 其實當時官也判了他 但是他又上訴 就說自己 是不意識到 擺進他的口裡面那個 是任何物件或者手指 到最後呢 我都很想贊助官 就是說無論是怎樣 就算那件事 你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你當時在做什麼呢 其實你是一個 暴動的現場 那你就說人家 不把手指放在你的口裡 那你就要咬掉他 但是我就很想說 你想上訴 說刑期判得太重 但是我覺得 當然是不能夠 因為我看到這位警長 受傷之後 手指就算拼了一下 只是康復了七成 法律的時候 只是只有半力 而且經常都會有很痛的感覺 所以這件事是非常之嚴重的 強調刑期是考慮懲罰 因為要有阻嚇作用 以及撫平事主相同的因素 所以 不能夠被告上訴去減刑 所以最終 四項共判 眾籌五年半 我覺得 會不會重不重呢 大家怎麼看呢 我覺得可以更重 那麼 交給你 是呀 是呀 他明明是 合適當然要更重 他是很刻意的 不要告訴我 不知道 交給阿Sir 是呀 這位港大學生 叫道啟華 他審訊之後被裁定公眾地方內 就擾連奪罪行為 襲警 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和有意圖相仁義四名罪成 如果你對公職人員使用暴力 和令到他身體傷殘 我想所判的應該要更加重 那麼法官陳仲恆就表示 判監五年六個月 直戚被告的行為是兇殘 不單止對警長造成極大的傷害 更導致對方有後遺的創傷 罪責同類案件較嚴重 所以就判刑四年五個月 其他三罪就割判兩個半月和十六個月不等 部分刑期不可以分期執行 所以整體刑期就為監禁五年半 我看到這位姓道的香港大學生 前途盡位 那會不會後悔呢 我們剛才所說的 你要付出更加多 證明你是反思過 還有的時候 你真的後悔 我希望很多犯了事的年輕人 他們真的要想一想 他們是不是真心悔過 如果真心悔過 我們當然要給他機會 這是一定的 但如果不是的話 對不起 你慢慢繼續聯絡 我們不送了 好 今天時間到這為止 多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OK 星期六 拜拜 各位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